滿滿食物擺在眼前 每一樣都好想吃 但對糖尿病友來說 隨心所欲亂吃可是個禁忌 然後改變他所有的飲食習慣的時候 病人的接受度往往很差 以為控糖就是不吃米飯 醫師表示曾經有病友 血糖一直控制不佳 原因盡是早餐吃了10顆麻薯 經過調整改為只吃兩顆 再搭配蔬菜與蛋白質 均衡攝取身體狀況也跟著改變 他們對飯跟稀飯 他們不曉得一份是多少 那有些是說 他從來不知道這是屬於六大類食物哪一類 那病人就因為這個遊戲跟這個活動 血液到六大類食物 還有一個飲食糖類分量的問題 就是這款食物九宮格遊戲 打開機會牌 讓病友認識食物的基礎概念 答對了就給一個籌碼 增加比賽的刺激感 而衛教師在一旁輔助回答 也讓患者能瞭解最正確的控糖方式 成功改變飲食習慣 想兼顧血糖與美食將不再困難 帶新聞科興志台北報導 有請問 谢谢大家